杨幂成第二个白百合若人 社风他家行将暴跌上百亿近日杨幂 和刘凯威再次上了热搜 两人难得再次合聚一起亮相机场 原来是六一儿童节 要为女儿小糯米过生日并且过儿童节 不过两人看上去全程无交流 一前一后各走各的 好像是陌生人的感觉 信心的网友甚至还看到两人 都没有佩戴婚戒 这让网友们更是肯定两人离婚的事实了 其实关于刘凯威和杨幂的离婚传闻 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每次都战 零的条新闻 其实会有如此传闻 那是因为他们的破绽太多了 不得不让人猜想连篇 他们于2014年结婚 第二年就频频曝出他们感情出现危机 离婚的消息 不过之后杨幂特地发了微博 澄清此事 我们很好 别闹啦 但是吃瓜群众不满账 在2016年 杨幂被曝出鬼里一封 这绯闻还闹得非常大 加上两人合作出演 固见其谈 狂然心动两部戏 戏中都是情侣关系 被认 为是假戏追作 很多网友都还信以为真 更劲爆的是李一峰 在影片的发布会曾经说到 密解从发肩到脚趾都十分吸引我 两人的绯闻也随之不断爆出 杨幂很大胆地打李一峰屁股 这关系真是不一般 太亲密了 不过随后李一峰经纪公司 发律师韩声明表示有人诽谤 断章取义 之后此事变消停了一些 然而杨幂和李一峰的绯闻 被压下去了 没想到刘凯威这边又被爆出 和王欧的剧本门事件 两人还有非常清晰的图片 和视频被曝光 以至于杨幂和刘凯威的婚姻状况 极极可危 甚至是以离婚的可能性更大 不然刘凯威不可能这么 明目张胆地和王欧夜晚共处一室 可是让网友们没想到的是杨幂 又再次地站出来力挺刘凯威 发文称不论发生什么 我相信凯威 这绝对是让卓尾胆失所望 本来卓尾选择曝光刘凯威出轨 王欧事件 是想要杨幂承认离婚的事实的 最终却被打脸 好干 大 其实卓尾一直把杨幂和刘凯威 作为曝光对象 死死抓住他们 贴定成他们已经离婚了 但是因为对于孩子小糯米的保护 才一直没有公开承认 这不就是成为了第二个白百合了吗 都是打着孩子的名义欺骗网友 有点牵强 然而其实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是要维护他们两人经营的 传媒公司的市值稳定 如果他们的人设崩塌 那么他们的家庭传媒公司 定会造成缩水 市值暴跌 甚至有可能暴跌上百亿 这几年杨幂的公司经营得非常好 特别是三生三世让家行公司 翻了好几百倍股价 还有旗下人好几十个 如迪丽热巴 张彬彬等艺人 已经名声打造 为公司赚了很多钱 足以证明杨幂刘凯威精英的能力 所以如果两个人要是离婚了 这公司股票那就暴跌了 风险太大 所以即使是离婚了 也不敢承认 后果太严重 伤不起欢乐送结局 凡胜美分手 邱盈盈结婚 最悲催的角色 为什么是她 欢乐送是一部教你如何升职 极恋爱的电视剧 原本是冲着老干部近东 和小鲜肉王凯去看的 结果却喜欢上了22 楼里的五个女人 这部剧的演员都是来自狼牙榜 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 是不是有些跳戏 另外 谁说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 看到欢乐送里面五个女人 网友纷纷感叹称重时了友情 不知不觉的欢乐送二快要迎来大 结局 吴美在剧中的命运走向如何 安迪和小包总摩擦中走向美好 凡胜美向现实妥协 还是向爱情妥协 曲小肖早已大错也有人照 官居而黑化命运令人唏嘘 吴美结局大不同 提前get剧透 安迪和小包总摩擦中走向美好 小包总霸气而又近乎无奈一般的追求方式 让观众觉得有不少趣味 也正是小包总这种霸道的做法 会让高冷理性的安迪芳心大动 在曝光的所谓大结局里 安迪和小包总走在了一起 并且因为未婚先孕而有了步入婚姻的重要基础 只是因为小包总母亲无法接受安迪的精神病时 让他们的情感受到了阻碍 戏剧性的是 在与包母的角力中 间接地害死了包母 给两人的感情 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欣慰的是 小包总并没有因为这样悲伤的打击而放弃安迪 两人最终还是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樊盛美 向现实妥协还 是向爱情妥协 在曝光的大结局里 樊盛美和王百川的爱情遭到王母的反对 遭遇阻碍的他们本可以坚持坚持挺过去 但在买房时 王百川没有写樊盛美的名字 再加上王百川面临破产 让二人的爱情彻底走向分手 不过 樊盛美并没有因此 而落入过于难堪的境地 而是和剧中的陈家康有了发展 曲小潇 遭遇大错也有人照 在曝光的结局里 曲小潇不再那么的顺风顺水 而是遭遇了破产 那大挫折 这种打击对其他人而言 可能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但对于曲小潇而言 这似乎成了她爱情上的一个重要推力 赵医生在她破产之后 用一句我养你 完美的秀了一把恩爱 也尽显了一番风度 邱盈盈 兜兜转转 最后还是原来那一战 第二季里 邱盈盈因为不是处女 而让殷勤心有芥蒂 后者跑去相亲 但遭遇一个奇葩女 于是回头想想 才发现邱盈盈是那个最好的女孩 在被曝光的所谓大结局里 两人最终也走到了一起 不管经历了多少的马生 这段爱情也还是有了结果 或许对于邱盈盈来说 这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局吧 关君儿 大家闺秀问方文艺的乖乖女 一直按部就班 过着父母替她规划好的生活 支离董事是她一贯的标签 所以光小姐 一见其贫无终生 在谢彤的爱里 没了理智 看到取妖精 戏弄凡和秋 她认为 她是有能力于取妖精抗衡的 直到最后 的最后 她才知道 她也一样不是对手 真是曲曲从前没有真正针对过她 无法拥有赵医生 谢彤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这是小光对现实的妥协 看到她没有和谢彤在一起 反而输了一口气 谢彤有不堪的家庭和童年 谢彤被取得好奇给调查了 最后曲小肖管调查这件事 赖到关君儿的头上 说是关关之使的 并找人要打谢 导致关和谢二人最后没在一起 也因为误会关君儿 大谢的大好前途给破 坏了 最后结局最悲惨的是关君儿 这个结局你觉得怎么样